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讲的课题是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有讲了 我已经是停了一年半的时间 没有继续就是讲这个课题 那么在这个UBS这一年半里面 它也变化很大了 这什么变化呢 今天就是我要讲的课题了 因为之前有人学过 就是看过我的视频来讲 可能会记得那个封面 但是可能有新的人 他看了那个之后 然后他再下载新的版本 可能会发觉到有点不同 就是可能不熟悉了 那么今天我就是补回去 在那个之前开始 就是那个基础做account的那边 OK有什么分别呢 首先我们先进去前 码码是UBS 就是这边了对不对 OK 如果那些用关UBS的他们 我相信他们应该也觉得这个很陌生 这个就是新的封面 新的试剂 其实它只是封面改变了 里面没有什么改变的 OK吗 如果有些人说我用习惯了 我想用回旧的封面可以吗 可以 但是要跟你讲每一次你进来 你就要必须去改那个画面 所以倒不如这样 我们先习惯这个新的封面先 那么还没有 我们没有去 我们没有讲怎么样去改那封面之前呢 我们先来吸引这一个新的封面 其实他只是改了那个封面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OK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下面 上面待会再讲 OK 这个create create就是讲 我们就是开一个新的公司 来我们试下看 so一按create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是跟之前的那一堂课是一模一样 如果那些没有看到第一堂课的 可以看这个补回去 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是打我们的公司名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 可以看回那一集 今天我只是讲就是UBS 它改了新的封面的分别 所以这个是如何做来讲 你们可以参考回我做account的 就是如何create那个新account的第一步 那边 OK 那我出回去 OK 那么当你增加了之后 它就走出这个listing来 OK 就是这个listing OK 来我们首先看这个 这个就是公司咯 我们只是说 如果你要的话 你只要把它压 它也是出来有两个选择 就是accounting and immediately 是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分别的 这个也是一样 看到吗 OK 是没有什么分别 跟旧版本的是一模一样 然后这个就是跟你讲 你最后一次进这间公司 这个也是有个好处的 比如说你星期天是没有开工的 但是你回来的时候 你发觉到 为什么星期天有开过的 那么你就知道 曾经有人用过你的这个UBS来讲 OK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setting 就是这个 OK 这个setting 我相信在第一集也是有讲过 今天我也是一个带过 就是公司名你要改它的地址 这个是就是那个我们的 它的link up 就是那个link up的地址 OK 然后这个呢 这个view previous years data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回之前那些 已经year end了 closing了的那个 那个资料 就是account和inventory的资料 这个在旧版本也是一样有了 然后这个垃圾桶 相信更加清楚了 就是把它 这一年的删除掉的account 好吧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 我相信 不会拦到大家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上面 上面这个呢 admin OK 看到吗 admin我们按它下来 OK 第一个就是administrator setting 就是一本基本上的setting 好吧 OK 我们进去看 就是这个 这个一般来讲 今天我们不会讲解它了 就是说它的一般的setting 然后这个就是country setting 我们可以clicksetup 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改的那些字体 那些方面 OK 我只是一个代过给大家看一看 OK 那么我们要回去的想就是按这个箭头 OK license management 就是我要看我的license OK 我的app id等等等等 只要那些inventory的也是一样 然后user management 这个就是下次会讲 OK 我们要回去那一个封面 我们就按这个 它就会回去这边 OK 然后接下来 我刚才有讲到一进来的时候 尤其是已经用了一遍很久的 它要用回 它比较喜欢那一个封面来讲 我们可以按这个 看到吗 switch to classic view OK switch to classic view OK 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版本 就是在GST开始的时候的那一个封面的版本 也已经开始很多人适应了 习惯了这一个封面 OK 所以说它有两个可以自己选择 但是问题上来讲 就是当你出气的时候呢 再回来你看 我现在转了这个旧的版本 对不对 我出去 OK 我进去 它也是用回新的版本 所以说 倒不如我们先习惯 不用每一次进来都欢 但是这个是看你自己个人的好不好 OK switch to classic view 但是好像比如说 你会不会 哎呀我 我不小心 哎呀这个我想回回去 每次要出去进来 才可以拿到新的那个封面 我可不可以在这边直接 转回去 新的封面呢 可以 switch to modern view 就是现代化 modern view 它就会回去了 好不好 不一定要出去 回来才可以拿到这个封面 我们也可以转来转去 一个是classic view 然后有一个是modern view OK 可以吗 so今天的课题呢 就是大致上讲解 当然它不只是改了封面 在account和开单的方面 它也是有改 但是今天呢 我不会讲它这个新的版本的更改的东西 因为我们还是在学习这个旧的 就是他们的进法怎么样进好不好 我们先把旧的基础学好之后呢 我们才去学新的 因为我们学来最主要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工作 也不是说要追潮流去到最好的 好不好 OK 那么今天的一个小小的基础 就是补作给大家一个认识 那么我们下一回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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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得 点 Sahag astic 庭